哈喽,大家好,KK 今天我们来聊一种特殊的草坪植物 也是不断有朋友在留言区里提问的一个话题 台线 那为什么这期节目KK要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呢 是因为KK家没有台线 台线本身是一种不开花的 没有植物意义上根结构的地表覆盖植物 那饱受台线侵扰的草坪往往出现斑突的样子 并且就算是捕装草子也是无济于事 那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台线本身并不会杀死草坪 它只是在适合它生长的地方生长 努力地覆盖地表空余的位置 换句话来说那些长了台线的地方 并不是因为长了台线而没法长草 而是那些本来就没法长草的地方长了台线 而至于为什么想长了台线的地方 种植草子也不能成功的原因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是因为台线覆盖地表的生长方式 阻断了陶瓷直接接触土壤的过程 类似于你在土壤上方覆盖了一层地膜 那在这种情况下 草子自然发芽的概率就大把就降低了 简单地了解了一下台线的长年务区之后 我们来说这里台线的方式 那杀死台线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适合台线生活的区域主要集合了三大特点 阴影 潮湿和酸性土壤 这里阴影指的是那些不能够为阳光长期直射的区域 而一片长适良好的草坪 需要6到8小时的阳光直射 而地域这个时间就可以被归纳为阴影区域 潮湿可以理解为那些地表能够长期保持湿润的区域 比如你那里长年阴雨 或者是下雨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地表到地表下方1英尺左右的深度 还是一直无法干透的情况 那最后的酸性土壤 指的是土壤PH在5到5.5的情况 需要额外说明的是 台线的生长并不会加剧土壤变酸 台线本身并不会释放酸性物质 而是由于你的土壤长期积水 缺乏阳光直射 土壤粘稠僵硬导致的土壤酸化 从而更加适宜了台显的生存 所以从这三点上来看 你要治理的根源并不在台显本身 而是在台显的生存环境上 先是控制阴影区的大小和程度 比如说你的阴影的灼 集中在树荫的下面 那你就需要修减树枝 从而让阳光透过率更高一些 那如果你的阴影卓集中在栅栏的下方 或者是防武北墙 那你别无他法 我们又不能为了草坪拆里边拆房子 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的 尽量铺设耐阴的绿植 或者是进行一些土壤硬化 再来说潮湿 用你的潮湿来自于人为因素 比如说地表下方破损的管道 那你就把它挖开修好 那如果来自不正确的浇灌策略 那一周一英尺的浇水法则 则是你最需要了解的事 但如果这种潮湿来自于自然环境 那一直连绵不断的下雨 你就需要考虑改善土壤结构的排水能力 比如坚持使用腐质酸 或者是进行打孔填砂的操作 那最后就是土壤酸碾度的调节 一般来说苔藓喜欢土壤ph到5-5.5之间的酸性土壤 而草坪喜欢的则是ph在6.5-7之间的 较为中性一点的土壤 所以靠提升土壤的ph 也是可以打破苔藓的生存环境 从而治理苔藓 提升草坪撇置的方式 主要是向草坪里播撒漆氧化钙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熟石灰 那使用频率一般来说 也就是每年两次 春季一次 秋季一次 当然这个播撒石灰的话题 其实还有很多说到 我们暂时先不在本期视频里内部展开 但简单的来说 KK建议在播撒石灰之前 一定要先做土壤测试 否则很容易适得其反 另外也不建议使用一些观察的角度 来进行推测 就比如说虽然苔藓喜欢生活在酸性土壤内 但并不代表生长苔藓的土壤 就是酸性土壤 还有就是播撒石灰的效果 是短暂的并不是持续的 那如果你在里的自然环境 本身就容易形成酸性土壤 那播撒石灰的这个操作 将会是你每年都需要做的事情 而至于除掉苔藓本身 市面上常见的 Skulls颗粒型产品MouseEX 或者是BioAdvanced Pensa型产品 Mouse and Energy Killer 都是非常有效而且高效的产品 但需要再次强调的一点是 它们只能够帮你杀死苔藓 而不能帮你彻底改变 适宜苔藓的生长环境 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Mouse 开启了一段新的认识 我们也看到了 无论是阳光雨水还是土壤 这些问题有可能作为家庭用户 我们也都无法解决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高尔夫球场 都会建在空旷的露天场地的原因之一 那草坪种植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依赖于自然科学和人工维护的项目 也绝不是像其他人所说的那样 撒了草籽就会原地获得一片非常完美的草坪的工作 新闻本期视频内容会对你有所帮助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继续在评论区里面 那我们下期再见